Hello 各位網友 又是後台開咪時間了 可能有些網友都是第一次聽這個節目的 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節目 後台開咪這個節目呢 其實就是善非解密Patreon入面一個會員讀響的節目來的 不過偶爾都會做一個YouTube精選版公開給大家聽的 當年所有完展版就要在Patreon可以聽到 說明在後台開咪這個節目就不設影片 基本上是一個純聲音檔來的 如果大家可以下載到這個MP3的聲音檔 就可以帶著耳通來聽或者一邊做其他東西一邊聽 就不用對著手機的螢幕或者電腦的螢幕來看畫面了 我就叫這種方法叫做電台向 其實很多YouTuber或者KOL都會這樣做 因為這個Darkupper 製作上是最簡單的 講完拍一下屁股就可以放上網了 跟我在善非解密的YouTube頻道是不同的 我在YouTube頻道主要是以影片向 即是會有畫面的support 製作功夫當年比Darkupping 多很多倍 而且如果當提及一些比較硬性的 Hardcore的題目 例如一些災難性的題材 兇殺案等等 因為有些畫面令到YouTube的AI 人工的自動審查系統 覺得你是令人不安的話 就會黃標了你 大家都知道YouTuber被黃標 即是說那段影片就會零收入 所以對我們的影片向製作的YouTuber來說 真的很傷的 以這個月11月來講 YouTube頻道就上載了五條片 當中有三條黃標 包括講人踩人事件的那條片 另外兩條就是關於電影 整義回廊所改編的那個奇案 即是大角咀殺父母 瑞絲奇案 連續兩集的影片都被黃標了 而沒有黃標那段影片收視麻麻 唯有順便在賣廣告 那兩條收視麻麻的片 其中一條就是講這個破音 記憶面這首歌 就是講一位中學生 怎樣用他的絕技破音法 以及這個 雷蒙拿式的舞台風 就一夜爆紅 另一條片就是講美麗舊香港的 就是從一張很漂亮的 一百多年前的舊香港的 中環的一條街道的照片 解密大約一世幾前香港的風貌 以及一些 民生的風貌 還包括一些很珍貴的 百多年前的影片 還以為是彩色的 就言歸正傳 我們今集後台開咪講什麼題目呢 沒錯啦 就是再繼續講回這個電影的 正義回朗 所改編的那一宗 那一宗奇案 大家就一定會問 你不是連續出了兩集的這個節目 講這宗案件了 為什麼又再講呢 當然的內容和方向都是不同的 再加上我做那兩集影片的時候 搜集了很多資料 其實在那兩集節目裡面 真的講不完 再加上這件案件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大家討論這個 案情裡面 究竟兩位被告 誰說謊話 誰說謊話 這個問題 才是大家最關注的一個重點 在那兩集節目裡面 我基本上就 陳述了 當年的一些法庭新聞 以及當年我收集回來的一些資料 去鋪陳給大家知道 包括當年兩位被告的訪問片段 所以那兩集影片 是可以作為我們今集 討論這件案情的 一些基本資料 另外我們也想測試一下 如果用這個電台向的方式 講這件案件 即是沒有畫面 會不會被Youtube的 人工智能審查系統一樣黃標呢 如果沒有被黃標的話 也叫做多條片幫補一下 簡介完畢了 我們直入主題 當大家都看過本頻道 製作過那兩集的影片 就算沒有看那套電影的話 其實都會大概了解到 整個大角咀 殺父母瑞斯案的案情 所以在今集這個 後頭開啥節目 就不會再重複案情 直入討論的焦點 首先我第一樣想說 就是說 當年 即是2013年 周凱亮 即是首被告 我們叫他做阿良 因為 之後 會經常 投入兩位被告的名字 我們分別用阿良 和阿琪 即是次被告 鄭俊琦 而稱呼他們 其實就簡單 容易入腦 當年首被告阿良 接受傳媒訪問 向社會 呼籲 尋找他失蹤了的 爸爸媽媽 當年那條片一出 我也有印象 即是說 大角咀 有個兒子 說他爸爸媽媽失蹤了 呼籲大家 協助尋找他的父母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大約 在案發前幾年 就很流行有 行山人士失蹤 特別是2005年的丁利華事件 加上後來一連串 行山人士失蹤事件 於是乎就開始了後來的 所謂 西貢結界都市傳說 這個傳聞 小弟的 神非解密YouTube頻道 亦都特別製作了 兩集關於這個 西貢結界的影片 影片裏面 特別提供了 獨家的解釋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本頻道 找回這兩條片來看 因為 阿亮的父母 他們平時 都有行山 因為他們住在西形盤 他們平時都會去 港大後面的 龍虎山 行山 所以阿亮 開頭都是以這個父母 會不會其實當日 3月1號 3月2號 他說3月2號 和他父母 在朗豪方 喝茶之後 他父母就說 乘直通車 回深圳 去旅遊幾天 其實他就懷疑 他父母會不會 臨時改變主意 去了不知哪裏行山 好像丁力華一樣 失蹤了 所以阿亮 說他們父母失蹤 在當時來說 一般大眾 都是不覺得 出奇的 還會幫忙 希望找到 他們父母 大部分人都沒有想到 當時 其實就是 這個 呼籲 人家尋找 他父母的 這個阿亮 就殺死了 他父母 不過大家都知道 當年 就開始有這個 所謂高登 神探的 出現 我看回高登的 forum 當年 他們有個post 就說 周開亮 出片 呼籲大家 尋找他父母 這個post 開始 大家都很熱心 大家希望 如何協助 找回他父母 但是很快有位網民 叫知事條 出現 他就說 在鬧事兩個人同時失蹤 不太可能 先檢查一下 手機記錄 即手機記錄 幼子 即阿亮 和他父母 是不是真的有去旺角 還有 最好從事檢查 他家裡有沒有血跡 當這件案件 被揭發後 這位網民厲害了 被捧為高登神探 其實他的推測 只是基於一件事 就說 在鬧事兩個人同時失蹤 就不太可能 他講這一點 我是BYE的 因為當時我都覺得 有個奇怪的 同時兩個人失蹤 的確是很少的 就算不是鬧事 就算行山 兩個人同時失蹤 都是極之少的 在香港 因為看回紀錄 以往那些行山人失蹤 都是獨立一個人 自己行山的時候失蹤 何況阿亮的父母 在鬧事旺角 聽阿亮這樣說 在旺角 喝完茶 就突然間人間消失 其實就是 已經是一個奇案的 開端 而且從阿亮的這個說法 也都看到 他整個 筹劃了大半年的 殺人計劃 其實是一點都不周密的 首先 他虛稱 當日和父母在 朗豪坊 喝茶 然後就失蹤了 大哥 常人都想到 警方如果調查的時候 一定會調查朗豪坊 周圍附近的所有的 閉路電視 天暗等等 看看你父母或是你當時 是不是真的在現場 其實這個一查就穿布了 加上警方一定會查 失蹤人士最後出現的 閉路電視 在哪裡 發覺就是 3月1號 那對父母 在自己家 新人盆的家 閉路電視 拍到他上午 和周開亮 離開了家後 就一直沒有回家 很自然 警方查到這兩點 這樣的話 周開亮就會成為 頭號嫌疑犯 其實就是 因為你在這件事上 說謊 被精神科醫生 測試他 治傷有126的 周開亮 為什麼沒有想到 閉路電視 這麼普通的問題呢 可能10年前 用閉路電視破案 都沒有像現在 普及的 雖然閉路電視 已經開始普及了很久 但是當時可能 還有些人 不知道這個問題 例如 我想大家都會記得 就是2017年 林子健聲稱被弄的事件 當年警方 憑著很多閉路電視 追蹤林子健當日的行程 發覺他根本 在他聲稱被人 綁架的時間 根本就沒有被人綁架 所以後來他因為虛報罪 被判囚5個月 阿亮的事件 虛報父母失蹤的事件 是2013年 被林子健還早4年 所以他可能不認識到 其實 當年閉路電視 已經到處都是 加上後來很多車椅子 成為無處不在的天冷 所以現在在這個現代城市裏 想虛報一些自己在這個城市裏的行蹤 基本上的難度就很高 稍後我們討論 謝忠祺有沒有 沒有一個不在情證據的時候 也是涉及 他的行蹤問題 另外一點就是 現在很多網民 看回梁那段訪問片 都說 發覺他的眼神很閃縮 眼神表情很怪 肢體動作又很怪 當然是身有事 說謊 我就認為這些只是馬後炮 當你知道他當時是殺人兇手 當時在說謊 你才知道他的眼神好像閃縮 包括我在Youtube頻道的那段影片 亦都說過 當年 記者都請了成大的犯罪學家 看回原裝的影片 犯罪學家都認為 阿周開亮訪問的時候 眼神經常都閉上眼 其實就是創作著故事 他這個說法我都不太喜歡 因為一個人回想起一些東西的時候 都會偶爾閉上眼 或者是望向左方 左上方 眼神是會想事 雖然根據FBI 一個審查犯人的時候 看看那個犯人有沒有說謊 就是說當那個犯人say no的時候 他是不是會望向另一個方向 或者閉上眼 這個亦都是表示他講謊的 象徵來的 但是不表示一定是 因為普通人說話 有時候會閉上眼 又或者根本是 他講話的表情的習慣來的 就算他講真話的時候 他的表情或者眼神都是這樣的 其實還要看他其他小動作的 例如他是不是會講話 越來越快 突然間有一個叫做 Wise crack 就是好像破音 說一下 咬咬咬音 還有一些重複的cut 或者是清理喉嚨的聲音 表示說謊的人正在 整理他講謊的內容 看看下一步怎麼說 所以其實有些技巧去搓他們 例如突然間問一些follow up的問題 鬥過彎問回之前的事情 或者問完又再問 看看他的內容有沒有變得 或者看看他某一部分有沒有突然間很誇張的反應 資而處理 當年訪問他的只是一些一般的記者 就不懂FBI這些盤問技巧 所以你說就這樣看了幾分鐘的訪問片 看到他有一兩個眼神 閃縮 就說他講謊 這個就是 有些少少馬後炮的意味 這些都是龐之 我們現在進入一個核心討論 就是討論究竟 兩個父母 是比兩個人一起殺死 合理多些 還是只是比他的兒子殺死合理多些呢 簡單來說就是 阿亮那個口供你覺得合理多些 還是阿肥仔阿琪那個口供合理多些呢 事先聲明 一件事件如果看起來比較合理 不表示那件事件真的是這樣發生的 要不然就這個世界上沒有奇案的了 因為一樣都合理嘛 有什麼那麼奇怪呢 所以叫做奇案 當然是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但他又出現了 好嗎 首先看一下第一個scenario 就是說 阿亮那個版本 無論討論哪個版本 最重要的一個討論的元素 就是動機問題 特別是謀殺案或者兇殺案 這類案件 兇手一定是有動機才會做這件事的 不是你說有些 比如說美國有些槍手 他會在街上無差別殺人 他跟死者無恩無怨 都會開槍亂射殺 其實無差別殺人 都有他的動機 例如這個恐怖主義 又或者是 他本身有反社會人格 有些不如意的事 trigger 到他一些殺機 甚至乎 精神失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意志 事處理都有 照守被告周凱亮的口供 他的主要動機 是對他父母非常之怨恨 憎恨他父母 他被捕前 跟他表姐表白的時候 都是用這個藉口 但如果一般人 就算是很憎恨的父母 最多是不一起住 甚至是脫離父子關係 為什麼殺死父母 那麼極端 這又可能要加上 人格障礙的問題 甚至阿亮在被捕前 和他的表姐 和他一些打遊戲機的網民 都說自己是一個 Psychopath 即是說自己是一個 精神病患者 意圖用這個 精神失常 去做這個減刑的藉口 不過我在影片裏面 都說過了 幾位精神科的醫生 都對阿亮是不是有精神病 都是意見不一致的 但大致上 都認為他是沒有精神病的 有都是假裝出來的 就算你說用 突然間精神失常 去殺人做藉口 但是你整個 是顯示你有殺人計劃的 你不是很impulsive 突然間精神發瘋 說拿一把刀砍人的那隻 所以他用這個藉口 用精神失常做藉口 其實是不合理的 阿亮說自己的 殺人動機 就是很憎恨的父母 我相信他是很憎恨他的父母 但是是不是就是殺人的動機 我覺得其實 主要跟金錢有關係 就是片中也提過了 其實他因為炒股票 炒輸了 欠人的債 叫父母賣了一層樓 當是分一些遺產 事先分一些遺產給他們 就還了一債 父母不肯 更加加強他這個 動了殺機的元素 不過他跟警方說 保持著父母的遺產 就不是主要的誘因 不過我就未必相信他這麼說 至於他討厭父母 這一點 我是相信他的 因為他在2007年 那個影片中也提及過 他自己當時 有一個叫Sanger的入志 提及他自小 就被他父母 逼他學彈琴 其實他的琴技是有的 現在 自小被他父母 逼他學彈琴 他的琴技的法官都說他是OK 挺好的 他在行兇之前 都是聽著 一幅木製的 鋼琴樂曲 叫做 叫做法律 Frame 差不多的 法文名 是一個鋼琴的樂章 我聽過 的確是很複雜的 聽到你 人家的私水 有點混亂 雖然他的鋼琴有回不上下 但他沒有 以此自豪 反而怨恨父母 因為自小 逼他學彈琴 沒有讓他做運動 搞到他身材矮小 大了之後 認識不到女生 或者很難認識女生 去到澳洲劉鶴 又被黑人欺負他 變了他很自卑 另外他回來香港之後 其實也認識了一些女生 曾經帶過女生 都回過家 因為他跟家人住 在生人盤 但是回到家的時候 就被他媽 說他好帶女生回來 令他很沒面子 難得才認識那個女生 又被媽媽炒了 所以我覺得他 和他父母的恩怨 不是一朝一夕的 長期以來 是有點怨恨 另外有報導也提到 他哥哥做工的時候 父母經常爭吵 爭吵的時候 就會打壓哥哥 哥哥之後就會打回他 變成他在家裡 最沒有能力 那個 最沒有說的那個 還要經常被打 所以他也提過 他是很不喜歡 他家人 不單止不喜歡 他爸爸媽媽 甚至他哥哥也不喜歡 曾經說 下一個 殺害的目標 就是他哥哥 不過就因為他父母 報稱被失蹤之後 他哥哥就比較關愛他 變成他就 放棄了殺他哥哥的計劃 就是他這樣說 他聲稱是這樣 變成他對 父母的怨恨 加上 金錢的 誘恩 加上有精神科的專家 認為他是有 人格障礙 自戀窮 躁鬱症等等 那 幾個條件加上 就 動了他一個 殺父母的殺機 這個是說得通的 另外他經常強調 他30歲就會自殺 30歲之前 他案發的時候是29歲 即是 接近30歲 即是 接近他自己定下來的 deadline 其實我也找到一個 他應該是facebook的留言來的 就是說 在案發前 23個半月 的一個留言 就是說 在英文寫的 就是說 Counting down to 23.5 months to his age of 30 就是 距離他30歲 倒數23個半月 在這個訊息裡面 他就說自己的 Kidney的腎 經常痛 經常睡不著 那時候就說 整個家人 都 令他睡不著 其實是不是他本身 是有點暗病 所以經常 腎會痛 經常失眠 家人又令他睡不著 沒有說原因 是不是家人 經常吵架 令他睡不著 還是什麼 這個就沒有詳細說 總之 就是 有普通的 其實起碼 在兩年前 已經鋪排了 他30歲的時候 會做些事 那究竟 是不是真的 去自殺呢 還是其他事呢 後來因為 他又認識了 阿琪 即是 謝忠祺 不知道是不是 兩個都是因為 覺得自己是 社會的失敗者 所以就 比較投契 謝忠祺就說 阿亮 就好像他哥哥那樣 很疼愛他的 但他吃些 他沒吃過的東西 他病了 就會給他 買藥 或者看醫生 好像他哥哥那樣 好了 以他們兩個人 都叫做好老友的關係 如果阿亮 真的有一個 殺人計劃的話 他會不會跟阿琪說呢 另外如果他的殺人計劃 是需要兩個人合作的話呢 那個拍檔 是不是就是阿琪呢 他是不是知道阿琪的 資訊比較低 容易騙 容易哄 他之前都被兩個女生騙了啦 騙感錢騙錢 甚至騙他居留證 他認識那個印尼女子 第一天來香港第一次見人 就立刻說 跟人家去註冊結婚 上午註冊 晚上那個女生就說 他已經在印尼結婚了 有老公有子女的了 想跟他結婚 只是想拿他一個 香港居留權 阿琪當時都說想幫他 不過他那時就欠人周身債 沒有扮到居留權 扮不到 所以他當日結婚的老婆 很快就回到印尼了 其實阿琪現在 身份應該是已婚的 如果未離婚的話 在這裡先提一提 阿琪的智商就說是84 很多人以為他智商84 就是一個低B仔 白癡仔 其實不是的 稍後會說一下 智商的級別 其實阿琪那個只是 比普通人低一級的智商 他本身是有這個 常人的思考能力的 甚至他有工做的 做到主任級的 上班可以 這一點就稍後再說 現在說回阿琪那個版本 阿琪那個版本說是 大約半年前已經有這個殺人計劃 其實那個證據在哪裡呢 就是在片中也提過 就是警方 在阿琪那個電腦 就發現他跟阿琪那個MSN的對話記錄 就是2012年10月份的 即是按法前大約五個月 他就告訴阿琪 他正在進行一項計劃 就需要買一些 甲苑 和一些在洗甲水裏面有的丙桶 所以就叫阿琪問一下他的女友 哪裏有這個便宜的洗甲水 還說這些化學品 就會釋放毒氣 加熱之後 會爆炸 所以還叫阿琪買一些 防毒的手套 和一些工業用的眼罩 在這個Message裏面 阿琪沒有透露到他的計劃是甚麼計劃 他正在進行一項計劃 而且在這個Message 來看 阿琪當時 首次 知道阿琪有一個計劃 但是他當時未知是甚麼計劃 只是說 知道阿琪想他幫忙 買一些工具 在這個位置我們就要留意這個時間 阿亮就說 曾經跟阿琪透露過 自己在30歲之前想自殺 他就說 阿琪 反而提議他 你自殺 反正都死了 不如殺人好過 還說阿琪想嘗試殺人的滋味 於是他們就開始了有這個殺人計劃的想法 究竟這個想法 是在 2012年的Message 之前還是之後 根據阿琪接受 後來接受 傳媒的訪問時 他說是不知道阿亮是有殺人計劃的 即是說就算他收到阿亮給他這個MSN的Message 說進行一個計劃 要買一些有毒的東西 或者會爆炸的東西 一些工具 他都不知道這個是殺人計劃的部分 但是假如阿亮的版本是真的話 其實阿琪應該在大約在這個時期 應該知道 有關的殺人計劃 但是那個殺人計劃 如果這個 買洗夾水 或者防毒面罩 這個計劃是殺人計劃的話 顯示殺人計劃 並非是阿琪提出來的 而是阿亮一早是有這個計劃的 就算阿亮的版本是 較真的話 即是說 他和阿琪合謀殺害他父母 這個計劃 都不是他所說 是有阿琪提出來的 是他自己是想了先的 他在通知阿琪 正在進行一個計劃 除非他說買洗夾水 防毒面罩 這個並非是殺人計劃 只是一些工程來的 大家信不信呢 除非他說買這些甲丸 丙銅 洗夾水 防毒面具 是為了自殺的 還說得通 但是自殺 要不搞得那麼複雜呢 又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阿亮說 殺人計劃是阿琪提出的話 這點 都是相當有可疑的 加上我們剛才所說 殺人的動機是很重要的 阿亮也說有殺人動機 但阿琪 有什麼動機 殺他阿亮的父母呢 是沒有的 雖然阿亮說阿琪 想做這個 嘗試殺人的滋味 心中是很邪惡的 還說呢 在香港完成的計劃之後 他們呢 阿琪還提議 去深圳 去老劫那些年輕的妓女 進行奸殺 直接被捕為止 咦 這裡要用 Fictical thinking 去想 阿琪呢 是沒有殺阿亮父母的動機的 甚至 阿亮說他 想做一個 嘗試殺人的滋味 心中很邪惡 那麼他也不用 殺阿亮的父母 去達到這個目的 其實他如果真的的話 他應該先做了 深圳的殺人計劃 才回香港做 殺父母的計劃 因為根據他兩個人的 那個女生的失敗的情況 其實他們 是應該先進行了 奸殺妓女的那個瘋狂計劃 才夠為合理的 我在片裏面也 引述過精神科專家 和阿亮會面的時候 阿亮就提及過 他在二十幾歲開始 已經覺得自己是神 無所不能的 甚至在巴士那裏 就會偷偷摸女乘客的大腿 甚至是屍柱 而對方又 不會叫非禮的 只是換位就算了 甚至其中有一次 成功踏散 就和一位女乘客 發生一夜情的性關係 究竟這件事 有沒有可能發生呢 或者是阿亮的幻想來呢 因為阿亮在這個 3D 肉袍團的視鏡片 都說過 自己十幾歲 就17歲 就開始看日本AV 其實已經遲了 其實現在怎會17歲才看呢 他就說 對於日本的AV很有研究 一些動作 製作也很有研究 不知道他看得多 日本的痴漢系列 就幻想自己曾經在巴士那裏 摸人家的C處 別人都不會理他 日本的痴漢就是這樣 痴漢系列 回到香港的現實世界 究竟會不會有這樣的事發生呢 就算他很英俊 女城客都不會讓你任摸 摸到大腿四處 尤其是香港女生 你騙一騙他 已經大叫非禮了 所以我們合理推斷 如果他們真的要進行 瘋狂的 邪惡殺人計劃 其實以他們的 那麼色情的性格 或者看了那麼多AV的性格 是不是應該先進行深圳的 監察計劃呢 因為就算你那個 監察計劃 最後被人被捕了 那你都做過一些瘋狂的邪惡行為 但是如果你進行了香港的 殺阿亮父母計劃 而失敗了 被人被捕了的話 其實你 如果在大陸其時 對阿琪來說 他一點點好處都沒有 所以阿琪 在這件案件裡面 是沒有動機的 雖然有些人說 因為他低智的嘛 是白癡仔來的嘛 不會想的 其實是錯的 稍後會說一下 他那個所謂 智商84 表示他是白癡 不會想的 其實他有正常人的思考 那麼好了 講到這個位置 就是說 阿亮的版本就說 他們兩個人共識 在香港 有一個殺人計劃 後來 深正的殺人計劃 是不是真的 那就不要理你了 又當阿琪 不知道什麼原因 是不是可能 阿亮威脅 對他老母不利 所以他就被迫 同意合謀 殺害阿亮的父母 當他們有這個共識 跟著下來 根據阿亮的版本 之後 就沒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 包括了阿亮 我在片裏 說阿亮騙他父母 說他和人合租了房子 找他父母去替屋 和做一些 撿屋清潔 其實我再看回 當年的新聞報道 法庭新聞 說阿亮騙他父母 說他朋友 有一間筍盤 賣 即是賣樓 你知道他 阿亮的父母 就是靠這個 買了幾個物業 而累積了財富 對於買樓很有興趣 就說有個筍盤 帶他老母去看房子 介紹他老母去買一個 很便宜的舊樓 這個藉口反而是 比較合理一點的 假如你說 照一般報道 或者現在的報道 說阿亮 用這個 叫他父母幫忙 撿屋 或者清潔這個藉口 去這個單位 是比較不合理的 總之阿亮用這個藉口 就騙了他父母 在3月1號 中午時份 就去到大國咀的 糖樓單位 入屋之後 他和阿琪 就一人一見 就殺害了他父母 殺害過程不再重複了 之後殺害了他父母之後 根據阿亮的版本 處理屍體 就是由阿琪負責的 尤其是3月1號到3月4號 那幾天 為什麼呢 阿亮解釋就說 因為他報道了父母失蹤之後 他自己不可以整天 不知去了哪裡 不然就被人懷疑 所以他就要回家 所以開頭那幾天 他就不可以在大國咀同樓 就跟阿琪一起處理屍體 所以 處理屍體的頭幾天 就是阿琪負責的 剛才劉澤說的 殺人過程 有一點特別要提 就是 阿亮特別強調 他們原本預定了一人殺一件 阿琪就殺害 他母親 而他就負責他父親 但是他父親掙扎 阿琪就過來幫忙 不小心刺傷了阿亮 刺傷了阿亮的大腿 要連11針 之後都是阿琪負責 最後那一刀殺害他父親 為什麼阿亮的版本會是這樣呢 如果他這樣說 就變了 致命殺害他父母那兩刀 都是阿琪 不是阿亮 阿亮最多是傷了他父親 還有自己也弄傷了 變了這個在他自辯的時候 他變了有利 因為最終殺人 殺害他父母 兩人的兇手 主要是阿琪 不是他 因為他向警方最初 承認都是誤殺的 他不是承認謀殺的 首先這一點 變了他盡量 說的版本 對他 承認誤殺是較為有利的 說法 同時為什麼阿亮要 立即離開那個空案單位 而不去處理屍體 就是因為剛才所說 他是受了傷 他大腿和左手的手指 都是被阿琪 不小心 刺傷了 他離開那個案發現場之後 去了馬荔醫院那裏 診治 亦都有閉路電視警導 講到這裏 就要提一提 那個殺人時間 一般報道 都說周海亮 用了20分鐘 進行 殺害他父母 然後離開海興大廈 說法就是閉路電視 拍到阿亮和父母 當日 上午11點19分 離開西營盤的御所 三個人大約在 11點40分 進入了大角咀的海興大廈 而中午12點 就看到阿亮 獨自離開這個大廈 所以恐慌估計 兩名被告 花了20分鐘 在單位殺害了周慎夫婦 但是我在網上找到 閉路電視畫面 顯示的時間和這個講法是有出入的 首先網上就流傳兩張照片 第一張照片就說三個人離開這個大廈的時間 下一張照片就看到周慧亮大約在12點 時 就離開這間大廈了 就說他20分鐘之後 就獨自有一個人離開 所以他在這個案法的大廈就逗留了20分鐘 其實這兩張照片 是嚴重誤導的 因為這兩張照片其實是 周慈父母在西營盤單位的大堂 拍攝他們出入的 畫面 並非是大角咀的案法單位的畫面 因為大角咀的堂樓是沒有閉路電視的 而我找到較為可信的閉路電視畫面 就是大家可以看看這個畫面 雖然這集是純聲音檔 但是有些關鍵位我都會鋪這個畫面出來 這個畫面就是周慧亮帶領他父母 去大角咀的單位 附近途中給一個停車場的閉路電視 拍攝他們經過的 那個時間顯示就是2013年3月1號12點26分 跟著這個畫面就見到是瑪麗醫院的閉路電視 就拍到周慧亮在這個 應該是急症室門口出現的那個 畫面了 時間顯示就是2013年3月1號12點36分 這張畫面裡面就見到 阿良依然是穿著他黑色的長褲 還沒換這個醫院的格仔褲 顯示他就是 剛剛來了醫院沒多久還在等治療 不過時間顯示就非常奇怪 因為在10分鐘前那個畫面就顯示他 和他父母還在出現大嘴 那為什麼10分鐘之後就這麼快去到瑪麗醫院呢 那跟著這個畫面就見到瑪麗醫院的閉路電視 拍到周慧亮已經換了醫院的格仔褲 應該是接受了治療之後 那個時間顯示就是2013年3月1號的應該是16點19分 那之後也有閉路電視拍到他去到香港仔 一間服裝店那裏 再買一條黑色的褲 換了醫院的格仔褲 那服裝店的閉路電視時間顯示就是2013年3月1號的16點38分 顯示他在19分鐘之內 離開瑪麗醫院就應該是坐的士 去香港仔的一間服裝店 買一條黑色長褲 丟掉了他染有血跡的那條原本的黑色長褲 和醫院的那條格仔褲 接著就大約6點鐘之後就回到西盈棚的家裏 就扮了若無歧視 奇怪在根據這個閉路電視畫面的時間紀錄顯示 周慧亮就在10分鐘之內 將他父母帶到大角咀的單位那裏 殺害 接著就12點36分10分鐘之後 就已經出現了在薄芙林的瑪麗醫院那裏求診 常理推斷就真是不可能 瑪麗醫院的閉路電視就應該有專人管理 時間應該不會錯的 問題可能出現在這個大角咀停車場的閉路電視 那個時間可能是不對的 但無論如何 看回當年的法庭新聞報導 控方或者警方 警告調查之後的確是有講到 認為兇手在案發現場的行兇時間 大約是20分鐘 就當他20分鐘 如果 阿亮以他身材那麼弱小 去殺一對 平時有閒生老當億壯的父母 都不是那麼容易 如果他一個人做的話 還要處理 屍體 當然他當日未必立刻要支解 他把屍體 藏在他另一間 案發單位裏的一間細房 鎖了 阿琪回到來 不知道都可以 說得通的 但是 如果根據阿亮的版本 其實是他和阿琪 一起殺害他父母的 而事後 就是由阿琪負責處理屍體 這個就變了 沒有那麼不合理 時間到了3月4日 阿梁 到案發單位之後 發覺 意味越來越濃烈了 於是他兩個人就開始 將殘肢 入了環保袋 膠袋 去大閣嘴海邊 扔了 誰知道 那些膠袋浮了水面 於是他們就在想 其他方法處理屍體 說到3月4日之後 兩個版本和阿琪的版本 基本上是大同小異 兩個人都在想方法處理屍體 大家看多推理片 或奇案片 都知道 殺人容易 滅絲難 因為屍體 處理得不好 往往成為 破案的關鍵 最近的例子 有陳同佳 在台灣殺害女友的事件 因為他要 棄屍在另一個地方 所以他就用一個行李箱 將這個屍體 搬來這間酒店 又被秘露電視影 另外就是 元朗的肥妹減肥 被打死案 這個就是奇漢 打死肥妹的兇手 竟然用一個手推車 把肥妹在清晨的時候 想推出街 不知去哪裏 被老人見到報案 也有 香港也曾經發生 融絲案 空姐被一名男子 謀殺之後 用強水 強行融絲 誰知發出極男人的氣味 就被人投訴 之後就被人揭發了 其實認識得最好 最經典的林過雲 其實他 殺害了多名的女人之後 把她的分屍 又造成標本 把器官 怎樣被人知道呢 其實他把自己拍的器官的照 就走了拿去 我們相機店那裏 充光照片 也有 他這麼有自信 認為別人不知道 這些是一些 屍體的器官 也有 又或者他會 想到別人認為 這些是一些 醫學的照片 總之神推鬼推之下 屍體就沒有被人發現 是屍體的殘肢的照片被人發現了 在這件案件裏面 雖然說阿亮 已經一早有過殺人計劃 但是他在處理屍體那裏 基本上是沒有計劃的 看得出 見步行步 除了想過 最簡單就是 把垃圾袋 用垃圾袋包著 扔下海 原來不合理的 之後就想過 買點水泥回來 屍住他 不知道為什麼 又是做不到 另外就想過 用針筒抽血 抽血這個只不過是 令到屍體沒有那麼容易發臭 基本上是處理不到屍體的 他想過 抽幾百次 血就 自己都變成護士那麼熟手 這個其實是 很有志的 另外他就想過 將屍體 變成水肉 變成 人肉叉燒飯 的氣質 這個也是 發大功夫的 什麼什麼就不知道了 經過一大輪的業制 又要用微波爐丁 又要買那麼多飯 他買了六個飯煲來煲飯 有六百幾個飯盒 我想他也是 打算用這個方法棄屍的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也挺恐怖的 阿亮這個版本總括而言 其實也是有不合理的地方 剛才說了 主要就是阿琪的殺人動機 雖然整個版本 主要是這個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 現在我們轉頭看回阿琪的版本 阿琪就說 不知道阿亮 是有一個殺人計劃的 根據法庭新聞 在三月 他的口供是說 在三月一號 開始那幾天 阿亮就給了字條 他 叫他那幾天 早點出去 晚點才回家 新聞報導 就是7點後才回家 因為他們事前已經有個共識 就是說 當阿亮 需要帶女生 上來單位的時候 上來單位做什麼 大家明白了 即是做炮防 阿琪就會懂得做 就會迴避 就會早出晚歸 讓阿亮自己用那個單位 阿琪就好聽話 由三月一號開始 一早出去了 好夜才回家 有些報導就說 他全日去了看電影 不知道哪天 會出去 不知道他去哪 當時可能不知道有沒有上班 應該就沒有 因為如果他有上班的話 就會有不在場證據 但是現在是沒有的 根據阿琪的口供就說 他 由三月一號 當晚回到單位的時候 已經聞到一些清潔劑的味道 去到三月四號就開始聞到一些異味 就是一些怪味傳出來了 去到三月四號 阿亮就回到這個單位 他就問阿亮這個異味是什麼來的 阿亮就帶他去那間房仔 打開三個膠箱的其中一個箱 阿琪就立眼看到有一個人手在 他就意識到是有屍體在那裏 當時還未意識到屍體就是阿亮的父母 他後來才意識到 阿琪當然很害怕 大佬 突然間有人在你家 那一個箱子看到有屍體在那裏 還要是殘肢 他覺得很恐怖 而且屍體在他住的單位那裏出現 所以阿亮就有兩個恐嚇 第一個恐嚇就是小小子跟他說 你走不掉了這次 怎麼都要幫手了 他說屍體在你家裏發現 水洗都不清 第二個恐嚇就說 我朋友阿健 見過你老母的 言下之意 威脅他如果不幫手處理屍體 就會對他老母不利 於是阿琪就在這個不情願的情況之下 就幫阿亮 處理屍體 由3月4日開始 之後那些版本就基本上跟阿亮的版本一樣 阿琪這個版本不合理的地方在哪裏呢 殺害他父母 即是一個人對兩個人 還要是傷了大腿 這個被撤傷大腿 應該是其中一位死者反抗的時候 就弄傷阿亮的 短短這十幾比重的二十分鐘 時間之內 一個人殺了兩個人 然後 還要自己負傷 就要把屍體起碼 都要鎖在一間細房裏 不讓阿琪回來見到 這個有沒有可能呢 可能性是有的 難度就高一點 因為你一個人對殺兩個人 他未必一定是同時間一起殺的 同時間 因為一不得已 可能他是 將其中一名死者引去 單位內一間房裏先殺了 然後再出來殺另一個 都可以做到的 政府說是暗算南方 你暗算一個人 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這個不合理的之處 其實是可以解通的 因為大家給新聞報導 或者電影的場面 可能有些誤導了 被阿亮誤導了 阿亮說 是兩個人同時一起殺的 所以大家 先入為主 就是 老闆中 想像阿亮 一個人對兩個人 或者要武林高手 才可以同一時間 用這個應該是 鋸牛把刀 因為鋸牛把刀 就有死者的血跡 在這裏 加上阿亮也是身材弱小的人 想像中是比較難的 但是如果我們將畫面 想像成阿亮是 先後 從後去暗算他父母的話 那變成的可能性就大增了 因為如果事情是這樣的話 阿亮也不會說出來的 所以大家就沒有想到這個畫面 只是想著阿亮 同時一個人 殺兩個人 這個畫面 就變成難度高很多 阿琪這個版本 其實還有其他 幾個疑點 有待解決的 其中包括就是 阿琪 不可能 不知道事前 阿亮有這個殺人計劃的 而大家認為阿琪事先知道計劃 那個證據就是剛才所說的 五個月前的MSN 但是再看回MSN的內容 其實是阿亮 提醒他自己 正在進行一個計劃 如果他這樣說的話 剛才所說的 阿琪不知道他這個計劃是什麼 來的 除非他們之後 阿亮就說個計劃給他聽 大家有共識 但是這個 只不過是阿亮的 正如法官所說 是阿亮的單方面的供詞 而阿琪事變的時候 就否認曾經透過MSN 跟阿亮對話 他說自己很長時間沒有用過MSN 又說自己的MSN的帳號 根本不用密碼 就可以登入了 可能就是阿亮 盜用了他的帳戶 打入了以上的MSN 法官其實再度提醒過阿琪 這些紀錄是由 控辨雙方的大狀同意了 事先 也得到阿琪的同意 為什麼現在反口不認呢 阿琪怎麼回答呢 阿琪就說 我不知道簽了什麼 律師給我就會簽了 另一個疑點就是說 在阿琪的家裡 在他藏獄下面 找到一個殺人計劃 沒理由事先不知道這個計劃 我看回網上資料 曝光出來的所謂 阿周海亮的殺人筆記 其實 並非是殺人筆記 而是一些 處理屍體的一些計劃 或者一些指示 如果他們在3月4日 阿琪和阿亮同意了 一起處理屍體的話 阿琪有這些 阿亮寫給他的指示 或者筆記 那就不出奇了 好了 說到另一個 阿琪版本最大的疑點 就是在案發事前 阿琪和阿亮 是一起去買那些作案的工具 包括刀 以及要來雪藏頭爐的雪櫃 自相之84的阿琪 怎麼自便呢 這個其實是幾關鍵的 而且都幾精彩的對白 電影那裏就沒有詳細說到這一點 可能因為片場關係抽走了 在庭上 控方大狀就指出 案中用作雪藏死者殘肢的雪櫃 是阿琪案發前沒有多久買的 店舖的東主記得是阿琪來買的雪櫃 而且一起用手推車把雪櫃運到單位 購買單據上面也寫了阿琪的電話號碼 阿琪就否認 很激動地說 你屈我啦 屈我啦 沒問題的 他怎麼解釋呢 索性說他沒有買到雪櫃 辯方亦都說那個店舖東主 那個整工有點矛盾 不能夠確定當時買雪櫃的是不是阿琪 但是一個單位裏面為什麼需要兩個雪櫃呢 阿琪在這裡煮的嘛 那你怎麼解釋呢 他說以為阿亮用那兩個雪櫃去經營燒烤店 其實如果他這樣解釋的話 雪櫃是不是他買呢 都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他是幫阿亮買的 不過他也是否認是他自己買的 恐慌大狀也展示單位手出的四把牛扒刀 其中一把刀和把手就染有男死者的血 大狀就說阿琪就用這把刀殺死男死者和肢解屍體了 而這些空氣是阿亮和阿琪事先是一起去買的 阿琪怎麼解釋呢 他就說 是阿亮提議一起喝紅酒和吃牛扒 才陪阿亮去尖沙咀的City Super買的牛扒刀 還說阿亮在聖誕節和情人節 也有上到這個大國咀單位 言下之意 即是阿亮真的有用過這些牛扒刀上來鋸扒 所以阿琪就說 我沒有用過這些刀殺人 不過控方的大狀有再指出 在單位客廳搜出這個購物的單據 他經過調查之後 在2013年1月9日有兩名男子曾經到梁添刀廠 購買骨刀和豬肉刀 還要求把刀磨得很鋒利 你居然不用買骨刀和豬肉刀 還要磨得那麼鋒利 你怎麼解釋呢 其實解釋很簡單 我沒有買過這些刀 也沒有見過這些刀 他這個說法就很明顯跟警方的調查有所不同 除此之外另外一些疑點就是 我在之前的影片裏面也都說過了 就是說控方曾經傳召過阿琪的朋友作供 就是說他在案發前四天就接到阿琪 打給他的電話 或之後有一段時間會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叫他不用找他了 也都不要理他那麼多東西 而在案發事前阿琪也都 主動辭了份工 那麼他在案發前 剛巧就辭了份工 又說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做 叫人不要找他 那真是很可疑 他所指的重要的事情 是不是就是殺人計劃呢 他究竟會講些什麼理由去解釋呢 又令九位陪審員都相信他的說話呢 當中的對白其實都很精彩的 不過電影裏面可能片場關係就抽走了 想知道怎樣精彩 請大家加入神非解密patreon 就可以聽到今集的完整版本 完整版本給大家現在聽到的YouTube免費版本 是長多十幾分鐘的 當中亦都會分析了阿琪是不是裝傻 等等的問題 完整版本裏面 小弟都會作出一個結論的 同時亦都要宣佈今集的YouTube版本 都是被黃標了 剛才剛剛測試過了 大家聽到來這裡 一直都沒有廣告插入 是不是很爽呢 大家很爽之餘 就表示小弟做這一集節目 就是威都了 大家如果覺得小弟的頻道 值得支持的話 只需要每月三元美金 月費就可以聽到 趁機解密patreon裏面的所有 會員讀響的節目和資訊 另外亦都可以單次贊助 小弟這一個YouTube小戶 除了可以按影片下面的一個叫做 Super Thanks 超級感謝 又或者現在改了名叫做感謝的 這個贊助鍵 另外亦都可以透過 Pay Me 轉數快和PayPal 都可以作出 單次的贊助 詳細的方法就在影片留言區 的置頂留言 就可以看到 今天當然是多小目區 每次見到有人肯撐的話 對我來說都是一種鼓舞 順便多謝曾經 贊助小弟頻道的各位網友 順便又再拖苦水 Youtube這個 黃標的policy 那麽似乎就是對於一些 專門講一些 硬性 topic 例如 剛才所講的 一些 兇殺案 災難 的topic 就比較大壓力 反而講一些吃賣玩 去哪裏旅行 或者娛樂新聞 就 沒那麼容易黃標 久而久之 就會令到 很多YouTuber 傾向講一些 不如說講一些 軟性topic 硬性topic 兇殺案 災難 不要說那麼多了 免得做完又黃標 白費一番功夫 其實這一個 都不是那麼好的現象 暫時 唯有靠各位網友 多支持一些 因為 題材關係而被黃標的YouTuber 好了 今集的後台開麥克風就講到這裏 敬請大家繼續支持 本頻道 神非解 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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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神非解密Patreon節目的 YouTube精華版 想聽完展版的話 請加入神非解密Patreon 就可以聽到所有完展版的節目 同時也都支持到神非解密YouTube Channel 繼續為大家製作 更多高質的解密節目